儿童疫苗开打 不少家长纷纷带着小朋友到诊所来打疫苗 小朋友玩起袖子 没几秒钟的时间就完成了 而医护人员也细心的向家长解说 小朋友打疫苗之后可能会遇到的状况 疫情持续延烧 不少案例都是儿童 担心有中重症的危险 许多家长都带着孩子来抢打疫苗 似乎也出现了一些排不到疫苗的塞车状况 会一窝蜂一开始很多人要排队 所以可能会有点诊所的量没有那么足够 但是我相信未来之后整个上轨道 然后大家就是分批去打 应该小朋友再试打疫苗这个区块 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我也知道许多的一个基层诊所 都已经有配合了 部分家长抢疫苗 但也有一部分的爸爸妈妈们还在观望 确诊过来人的高雄市医员黄杰说 难免会焦虑 不过目前施打疫苗仍是力大于弊 照目前这个施打的效率 我觉得是蛮好的 那也借着这一段时间刚好是停课的时间 那大家也希望家长就赶快趁这个时候带孩子先去诊所施打 那刚好跟同学不会接触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好让抗体上来的时间 染疫人数不断增加除了勤洗手带口罩之外 疫苗打好打满恐怕才能够降低染疫风险 也减少中重症发生的可能 记者潘基光 潘文玉 高雄报道